有那么一部分人是破坏香港秩序 但是好像一到了法院 他们就被无罪释放 或者是很容易就得到了赦免也好 或者侵判也好 到底香港的这个政治运作系统 是个什么问题 司法在香港一直以来就完全独立的 要是行政机关 也就是我们的律政部门 他负责这些检控工作 他觉得法官判案 不是由于他的主观 而是由于法官对这个法律或者事实 有一个不正确的一个理解 那么可以上诉 不然的话呢 法官判了就判了 这个就是司法独立可贵的地方 不同的法官 他不是同一个人 他肯定有一些主观 比如说他因为这个情节 应该重判一些 或这个情节呢 应该庆判一些 这个完全是法官负责 法官主导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不应该评论 我们应该维持法官的 整个司法系统的 这个系统的独立性 但是作为行政机关 就必须把这个检控工作做好 您认为还是应该尊重现行的这种 应该尊重现行的这个 这个司法独立的制度 嗯 感谢观看